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18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者加进扶植补仪集团 筹建维码的周国 他们决定在上海制造石端 以分散国际视线混淆视频 他们把这件事交给了川岛方子 那么川岛方子是如何在上海制造石端的 他在汉奸的道路上又是怎样越走越远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第四集 谍海陈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918事变以后 版元曾四郎 以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名义 于1932年1月10日给田中龙吉发了封很长的电报 要求田中龙吉加紧在上海制造石端 将国际视线信过去 以便让关东军可以放开手脚的在东北活动 以其迅速的实现所谓满洲建国 在发电报的同时 版元曾四郎还通过设在上海的日本横滨证金银行 给田中龙吉汇去了两万块钱的活动经费 按照版元曾四郎的指示 川岛方子也回到上海 配合田中龙吉工作 在版元曾四郎给田中龙吉发这封电报的前两天 日本天皇在一次出巡的时候 遭遇一名朝鲜人行刺 那个朝鲜人向天皇出巡的仪仗行列里扔了一颗炸弹 但炸弹扔偏了 并没有炸到天皇本人 只是炸毁了随行的车辆 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 在报道这一新闻的时候 用了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 这样的话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 一些侨据上海的日本人提出抗议 民国日报也意识到行文不妥 赶紧刊文道歉 正常说来 一份报纸行文出了问题 随即刊文道歉 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但刚刚接到命令 要在上海制造事端的田中龙吉 觉得这是个机会 便命令川岛方子想办法扩大事态 把水搅浑 川岛方子领到了任务 也领到了钱 便立即行动起来 他先是收买山洞上海三有十业公司的几十名工人 让他们去袭击桥乔居上海的日本人 1月18日下午四点左右 几十名三有十业公司的工人 在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五名日本山庙法司的僧侣和信徒 造成三人重伤 其中一人在几天之后不治身亡 紧接着田中龙吉又通过川岛方子 将一笔经费交给了由乔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纳义勇军团 由这个支纳义勇军团组织了三十多名日本浪人 到三有十业公司去复仇 这些日本浪人放火烧回厂房 殴打公司员工 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双方都有人员上网 于是事态便急剧升级 在日本僧侣遇袭并有人员死亡以后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 就向上海市长吴铁成提出了四项要求 第一是向日本道歉 第二是处罚肇事者 第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 第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 取缔拍热活动 1月28日下午3点 吴铁成市长代表中国政府答应了日方要求 但日方的目的是要扩大事态 怎肯善罢甘休 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即向上海 扎北中国驻军进攻 驻扎在扎北的中国越军第19路军官兵奋起抗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上海128事变 上海的战火终于被点燃起来了 点燃上海战火是川岛方子平生的得意之作 这段日子里川岛方子确实非常兴奋 他除了密谋策划挑起时关 还经常以巫女的身份公开露面 他武技高超 可以在男女两种武器中随意转换 并在一次华尔兹舞比赛中夺得大赛一等奖 那么身为日本间谍的川岛方子 每天沉迷舞场到底有着怎样的用心呢 川岛方子天天泡在舞场 并非仅仅是沉眠又舞蹈 通过跳舞 他接触到了各界高层人士 并在暗地里为日军刺探情报 他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的政府要员 闲谈中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 比如十九陆军军长蔡廷凯将军 抗战态度坚决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可能要下野 而上海战事使得中国银行系统 冰于崩溃等等这些情况 他把这些情报及时汇报给了日本军方 受到侵华日军高级将领的赏识 他还曾单身潜入吴松炮台 查看中国军队的阵地部署 为日军汇制了吴松炮台军事部署的草图 另外按照田中隆吉的指令 川岛方子还与不少外国记者频繁联络 以探听国际社会对于即将成立的 维满洲国的政策反应 他通过一位熟悉英国政界内情的记者获知 英国政府将在当时的国际组织 叫国际联盟会议上 就为满洲国问题行使否决权 这一情报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 可见在日军蓄意挑起的上海128事变中 川岛方子是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 极为特殊的角色 从挑起事端到扩大事态 再到刺探情报 他都发挥了别人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后来中国法庭在审判他的时候 认定他犯有刺探军事情报的间谍罪行 应当说并没有冤枉他 川岛方子在日本人所称的上海事变中 为日军侵略中国出了力 立了功 按说有了这些功劳 他应当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表扬 他应当于重用才是 但多多少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无论是天中龙吉 还是土飞元贤二 还是其他的特务头子 都没有表扬他 更谈不上重用了 而且由于这些特务头子都不再欣赏他 此后他实际上不再做间谍工作 他的职业间谍生涯 从1931年开始到1932年告终 总共只有这么短 从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上海的一二八战火 期间日本谍报机关在中国的媒体罪恶 几乎都闪现着川岛方子的身影 在短短的间谍职业生涯中 川岛方子可谓为日军孝尽了鹰犬之力 但为什么他却始终难以得到日本军方的赏识 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第四节 野海陈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再回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 看一看川岛方子的另一面 在上海期间 川岛方子与一个叫村松烧风的人交往密切 两个人天天粘在一起 昼则同行 夜则同居 这位村松烧风我们前面提到过 他是一个日本作家 曾写过一本叫南庄丽人的小说 小说的素材来自于他对川岛方子长时期的采访 他的采访就始于川岛方子这次在上海执行任务 据说川岛方子第一次由日本来上海的时候 曾经在船上见过村松烧风 两个人彼此印象还不错 但川岛方子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妇 那种经历对于职业作家村松烧风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 如今不同了 川岛方子做起了间谍 接触到了不少军政机密 而且亲身参与了挑起上海事端的秘密活动 这种经历对于村松烧风自然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而川岛方子也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听说村松烧风要把他写到书里去 那满心的喜悦 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了亲密合作 作家写小说 采访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应当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但村松烧风的采访过程却很奇特 他与川岛方子住在一个房间里 每天夜里两个人都是并排着旧气 那些日子川岛方子生活是昼夜颠倒 每天都要玩到深夜 第二天直到中午才起床 村松烧风也是这样 每天村松烧风洗漱完毕以后 开始坐下来吸烟 川岛方子才开始起床 吃过饭以后 如果川岛方子没有其他事情 村松烧风的采访就开始了 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两个月 川岛方子向这位作家讲了不少关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他讲得很夸张 很离奇 充满了虚构于想象 他极力吹嘘自己如何凭借着娇好女色 运用床上功夫 把一个一个的好色之徒玩弄得神魂颠倒 甘愿为自己提供情报出钱处理 村松烧风在那飞快的记录着 然后又使出如花的妙笔 在川岛方子自吹自擂的基础上 天之佳业 天有佳醋 写成了中篇小说 男装丽人 他把女主角满离子 描写成了一位妖艳绝带 鬼神莫测 无所不能的女间谍 在黄孤屯事件 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唯满洲国建国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 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提川岛方子的名字 但村松烧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告诉读者 书中的满离子就是现实中的川岛方子 而川岛方子本人对此也不讳言 小说问世以后颇为风行 有过不少版本 还有人将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 这就使得历史的真实 与花里胡哨的传说搅拌在了一起 川岛方子接受村松烧风采访 村松烧风准备写一部 以川岛方子为原型的小说这件事情 自然瞒不过日本情报机关的耳目 而且川岛方子本人也没有想隐瞒这件事情 他是一个处事张扬的人 不喜欢偷偷摸摸的做事情 那身为作家的村松烧风 自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更多人知晓 受到更多人的期待 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得满城风云 人们由此也就知道了 川岛方子的大名 知道她是一个日本高级女间谍 关于她的故事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 一些与她有过交往的人纷纷感到了后怕 特别是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 为这件事情还受到了追求 川岛方子接受村松烧风采访这件事 让田中龙脊是大为恼火 从个人层面来讲 川岛方子原本与她同居生活 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既是生活中的性伴侣 又是谍报工作中间的搭档 但如今川岛方子却与村松烧风同居一时 这自然会让田中龙脊大为吃醋 但是如果田中龙脊还只是吃醋的话 那问题还不大 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通过这件事情 田中龙脊看透了川岛方子的潜伏与不堪造就 因为谍报工作常常是要在幕后 谍报人员应当善于在阴影中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而川岛方子呢 却耐不住寂寞 处是张扬 爱慕虚荣 欲是喜欢吹牛 这样的人呢 即使再聪明 再美貌 也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谍报人才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田中龙脊在128事变过后不久 便将川岛方子打发回了东北 而经历了这件事情 土匪原贤二对川岛方子也冷淡多了 不再给他加派新任务 在川岛方子的内心深处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大清帝国的格格 还肩负着恢复大清的众人 然而他知道 实现这个梦想并不容易 唯一的希望就是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可是日本军方对川岛方子 表现出的突然冷淡 让川岛方子深感不安 正当川岛方子对现实感到惆怅无奈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给他的静女带来了转机 那么这个人是谁 川岛方子又是如何利用这个人 向日本军方靠拢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第四集 迭海沉浮 这是一场万人瞩目的审判 受审者本是清朝格格 后来却变身为日本人的鉴别 在128事变中挑起战火 在围满军队中担任总司令 这些曾让他风头出尽 此时却成为如山的罪证 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 一场国籍之争 为何会决定他的生死 历史学者宋连生为您讲述 审判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在上海的表现 虽然让土匪元贤二大感失望 但是也引起了关东军其他高官的注意 川岛方子到东北以后 又找到了一个叫多田郡的日军高官 多田郡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参加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 还参加过在川岛浪宿家举行的军人聚会 见过少女的川岛方子 为满洲国成立以后 多田郡担任军政部最高顾问 川岛方子找到了他 称他为义父 还曾住在他的官邸 按照献立的说法 川岛方子实际上成了多田郡的情妇 川岛方子本人对此不仅否认 还时时以此相炫耀 逢人便说多田郡如何喜欢他 离不开他 靠了这层关系 川岛方子先是被任命为 为满洲国皇宫的女官长 负责管理皇帝溥仪 与皇后宛容的生活事务 在天津的时候 他曾经帮助过宛容 宛容有些感激他 如今两人关系还算融洽 但溥仪却看不惯他那种 张扬与跋扈的做事风格 坚持非要换掉他 因此他只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女官长 就被解除了职路 随后在多田郡的支持下 他召集了一些土匪武装 组成热和省安国军任总司令 率领着手下的土匪武装 配合日军进犯热和 那是川岛方子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了 在1933年2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 就大篇幅的报道了南庄丽人川岛方子 吹嘘他威风凛凛的站在陶匪的第一线 报纸还配发了一张川岛方子身穿军服马裤 头戴军帽的四令戎装照 这张照片作为川岛方子在那个时期的象征 常被各方面的报刊引用 从这个时候起 他开始启用金碧辉这个名字 当时汕齐的儿子大多改姓金 比如出任为满洲国新京特别市市长的第七王子 县奎就更名叫金碧东 川岛方子给自己取个金碧辉的名字 估计与这件事情不无关系 据说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年近70岁的川岛浪素 也曾来到中国东北 他住在大连 以开拓满洲先驱的身份自居 曾试图参与些为满洲国的建国事务 但没有人理睬他 他曾主动与川岛方子联系过 方子也曾给他写过一封回信 信很短 除了前面的称谓和最后的署名 正文只写了盲的习不侠暖几个字 此前川岛浪素已经意识到 川岛方子不会再回到自己身边了 他开始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莲子 让莲子叫他爸爸 这次从东北回到日本以后 他与莲子就正式确定了养妇女关系 让莲子入了川岛家的户籍 也就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件事情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川岛浪素当初没有为川岛方子 办理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 是另有考虑的 川岛方子所统帅的安国军 有时又被称为定国军 只有千把人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成员多士招募的旧式土匪武装 临时拼凑在一起 缺乏训练装备不整 属于乌合之中 日本人同意组建这么一支部队 并且让川岛方子出任司令 主要是出于宣传的需要 说什么大清王朝的格格都率义勇军来参战了 以此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增添那么一点花色 但由于这个安国军在战场上根本不具备战斗力 而且军机涣散 川岛方子本人鞠躬自傲 生活放荡 按他自己的话说 还曾经动手打过一名日本宪兵 这在为满洲国是件很犯忌讳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日本军界上层对他的不满 甚至连多田郡也很难为他说好话了 1934年年底 多田郡安排他去日本养病 他一走 安国军就被解散了 他的司令一直也就成了空的 川岛方子倒是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安排 在日本的时候 他就住在多田郡在东京的宅邸里 他还想着走一走上层路线 找个更好一些的差事做 川岛方子在日本住了一年多 当时由村松稍锋写的南庄丽人艺术已经出版了 而且很热销 某电影公司还将小说改编成了故事片 搬上了荧幕 这让川岛方子出了大名 在日本他像个明星一样 所到之处都有人围观 要求签名 这极大的满足了他的虚荣性 在那段时间里 他不知疲倦的出席各种集会与纪念活动 到处宣讲所谓日满亲善 日中提携 这样的话 在日本期间 川岛方子还未川岛浪宿 举办了一场颇为排场的七十大寿祝贺宴会 他亲自设计了精美的勤俭 勤俭的内容也是精心设计好了 其中写道 我愿趁此机会 向各位亲友平日对固执的家父所给予的多方照顾 表示浓厚的谢意 并永至不忘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川岛浪宿为家父 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与川岛浪宿关系的一次清晰定位 虽然宴会是为川岛浪宿举办的 但真正大出风头的还是川岛方子本人 他那天书着日本姑娘长叔的岛田式发迹 穿着长袖和服 还戴着二十多名保镖 在宴会上 他亲迷的称川岛浪宿为父亲 称自己的侄女莲子为妹妹 莲子很不习惯于这种称呼 仍坚持尊称方子为姑姑 已是古兮之年的川岛浪宿显得有些尴尬 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由方子一会儿为他戴上鲜红的头巾 一会儿又让他穿上儿童用的外罩大看肩 宴会的菜肴丰盛而讲究 酒足饭饱之后还演出了古典戏剧 宴会从下午六点开始直到午夜十二点多才结束 宴会结束以后 川岛浪宿由莲子搀扶着回家 而川岛方子则由他的二十多名保镖护送着 回到了多田郡在东京的住所 川岛方子这次到日本是想走一走上层路线 为自己谋个更好的差事 那么他的上层路线走成了吗 他谋了个什么职务呢 我们下次再见 在利用川岛方子制造了转移宛容等侵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件后 日本人感觉到川岛方子已失去了利用价值 开始对他变得冷漠 为了重新赢得日本人的重视 川岛方子游走于日本上层 但他没想到 这反倒让日本人对他起了杀机 明天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走向审判 未经许可,不知事故事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